记者许明李台北报道,国际桌总今天公布2017年球星颁奖典礼ITTF Star Awards入围名单,今年勇夺世界桌球锦标赛混双银牌及女子世界杯铜牌的正义镜获得最佳女运动员提名,也是史上首位入围年度最佳运动员的台湾球员。 最佳女运动员奖项共有四人获得提名,除了正义镜外,还有今年世锦赛女单冠军丁宁世界杯冠军朱宇林及青年暴冷及拜三名中国女将多下亚洲锦标赛后关的17岁日本欣欣评言美语。 最佳男运动员入围名单则包括今年世锦赛冠军中国名将马龙,男子世界杯冠军德国好手奥恰洛夫,世界杯亚军德国老将波尔,今年捷克公开赛以14岁之灵缔造世界巡违赛最年轻冠军记录的日本怪物少年张本志汉也首度获得提名。 国际桌总年度颁奖典礼将于12月14日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举行,正义镜又取自国际桌总官网。